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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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诸 五百零三页 五百零三页 大家请看第二行 更有第十一地 即佛地 这是一小段 这个讲法是密宗他们的说法 他们说这个第十一地就是佛地 当然这个前面就是菩萨地 后面 以一转生补佛处 是名一生补处 这个都是密宗所讲的 总而言之 显教密教都是指菩萨摧霍地 在这个基础上 他一转生 这是讲这个菩萨 一转生呢 他就成佛了 所以叫他做一生补处 等我们到达几多世纪 您也可以实现这样一个 人生最高的目标 可以做到一生补处 其实这个话里面 也透露出另外一个意思 也就是阿弥陀佛保证我们 在极乐世界 肯定一生成佛 那个关键就是一生 他们也说 第二生 第三 那后面无量生 没有 就是这一生 利益呢已经知道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古代的 那个话不晓得讲了 多少千万遍呢 我们也听得很熟 古人教我们什么呢 要把这个世间所有的万元 通通都放下 心里面呢 只装阿弥陀佛 只想阿弥陀佛 只念阿弥陀佛 你就成功了 好 下面是 这个 大日经书 第六卷 所讲的 今 此 今中 演 一生者 为 从一 而 生也 这也是解释了 这个一生 当然了 这个讲法就比较深了 他说 今 此 今 中 这个此经是指的大日经 这是密中 主修的一部 经典 这个中 就是中指 一生 那个一 是什么呢 一就是真如 就是自心 所以这个一生 是从一 而生的 接着 出得 敬菩提 心时 从 一时 之地 发生 无量 无边 三昧 总 持门 如是 一地 中 次地 增长 当之 一耳 弃至 第十地 满足 未至 第十一地 二十 从一时 境界 具足 发生 一切 庄严 为 少如来 一味 未得 正知 更有一转 法 信生 即 补 佛 出 故名 一生 补 出 这个是密教 对这个医生 补出 的 说法 所以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得出 这部无量寿经 你看 真的 每一句话 每一个名相 所包含的 这个境界 很深 很广的 所以 黄年老 他就 选路的 选教 密教 中门 还有其他中派的 这些典籍 在这个 注册里面 告诉我们 这部无量寿经 所包含的意境 非常深广 下面引用 谭卵大师 他的看法 有谭卵大师 更为 极乐菩萨 或可不从 一地 至一地 而顿灯 补出 这还得了 可惜啊 我们这个 中国 晋忠 十三主 里面呢 就不晓得 为什么没有 把他老人家 给列进去 谭卵大师 其实大家 看着他这个 生平你就知道 卵大师 那不是一般人 国人称他为 神卵 他是南北朝时代的 高僧大的 他对我们中国 尽忠的贡献 特别大 不但在中国 名气很大 在日本 韩国 也都是 响当当的人物 在这里呢 他告诉我们呢 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 各个都是 顿灯 补出 这个关键字眼 就是那个顿 顿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需要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向上慢慢地 提高境界的 大家想一下 您升到十暴徒 才出注 那出注 要达到出地 要多久啊 我们来算一下 十注 就十个位置 十注 十行 十回乡 就三十个位置 然后再到出地 很辛苦啊 这是其他 诸佛刹土里面 他是按照这个顺序呢 逐步往上修的 所以他不能够列等 不像净土法门 我们如何呢 顿潮 就好像是一条 这个捷径的 本来是一条大路嘛 这样子走 那我们呢 直接这样过来 而且目的地呢 同样可以到达 正因为极乐世界 有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 所以啊 华藏世界 我们看到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极力地号召 那边的所有大众 通通都要求生西方净土 为什么要从那边 到达极乐世界呢 其实华藏世界的菩萨 可不可以在华藏世界 修行成佛啊 绝对可以 凭什么 他无量受 但是呢 他们要一地一地往上修 这就很辛苦 很累 不过我们这个话 也讲得不对啊 菩萨还有累的感觉吗 没有了 只是说 他这个事情拉长了 就这个意思 他并不累 那为什么要到西方净土呢 是在极乐世界 成佛快嘛 他是顿登补处的 一下子正得 这个厚补佛的位置 当然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这样子 劝勉大家要去 那他们自己呢 也是发这样的大心 所以诸位同秀 如果您看过《华言经》 对这个就 没有任何怀疑了 因为文殊菩萨 发了这样的大愿 普贤菩萨 也是发的 同样的心愿 一般来说 道场里面 都会供呢 这个 《华言三圣》的 毗鲁侦那佛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所以以他们为代表 我们现在看到 基督世界 有这么多的利益 应该要争取 那假如没有听到 《无量寿经》 不知道这个利益 现在已经晓得了 就更应该要 万元放下 好好念佛 求生西风净土 真的对于这个世间 所有的人事物 我们就采用 普贤普贤那句话 横顺众生就好了 他想怎么样都好 不要有自己的意见 我们心里面 只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阿弥陀佛 所以当年李师公 在世的时候 他就很感慨地讲 他说他很想学那些愚人 这个孔老夫子也说过嘛 两种人成就是最快的 一个是上根 立志 一个就是下鱼之人 第一种人呢 领悟性很强 一文千物 那第二种人呢 纵然不懂 也没有关系 他肯坐 坐着坐着 他就怎么样呢 他自然就懂了 这个很不可思议的 而且他懂的那个意思呢 跟那个上上 跟人懂得完全一样 绝对不亚于 或者是大事 那为什么李师公 做不到这一点呢 因为李师公当年在世的时候 我们就讲台湾那一段时间好了 在台中三十八年 他的事情太多了 他一个人的事情呢 比得上别人 五个人的工作量 所以要跟他见面呢 至少要在两周之前 跟他预约 才能够跟他碰到面 请教问题 或者请他诊断 身体 我们大家忙不忙啊 我们也挺忙的 我们忙着什么呢 忙着滑手机 忙着个人叫聊是非 忙着到外面呢 吃喝玩乐 就没有想到 把大好的光阴 全都投入在 好好念佛上 可能我们有时候 讲这个话呢 语气太重了一点 但是说实在话 您现在可能觉得 不以为然 到了临终的时候 您就会晓得 念佛的好处 真的 那个念佛功夫 得力的人 他临终之前 他怎么样呢 我们说功夫好的 他不需要人家来助念 他不需要通知任何人 他也不用告诉他的家人 你跟学院的法师 同学们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 帮我助理一下 不必 自己就走了 做同学们 大家给自己定下一个标准吧 我们纵然不能说站着往生 最起码您怎么往生 坐着吧 像贤工老师上的母亲 你看人家 多么轻松 多么自在 多么潇洒 其实我们不要只看结果 也想一下他这个过程 所以贤工老师上的功德不可思议 成就了一位 阿维悦智菩萨 非常殊胜 好 下面呢 还是谈论大师 所讲的 他说呢 按此经 就是啊 通过这部经呢 我们来推想 极乐世界的菩萨 言实地皆次则 使世家如来 与严福体应化道尔 极乐世界的菩萨呢 不需要往一地一地的 慢慢的转变 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呢 老老实实说 跟极乐世界的菩萨比 智慧不如人家 福报不如人家 环境比不上人家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修学啊 就不能够列等了 后面 他方净土 何必如此 这个他方 就是指的 西方净土 乱师之说 身险极乐菩萨 圆解 圆修 一地 一切地 故生 彼国者 皆补退转 顿超 皆次 圆正 补促 身险 弥陀大愿 妙得 难思 黄远老 这个总结的话呢 真的是说得太透彻了 把这个道理呢 都讲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基督世界的菩萨 真的跟我们这个世界啊 大不相同 怎么说呢 他们是 圆解 圆修 什么是圆呢 圆就是我们常说的 圆融 他能够透彻理解 佛陀的本意 他也知道呢 如何去落实 经上 所讲的这些教会 凡是佛所说的 没有他听不懂的 那我们再问一下自己好了 我们听这些高僧大德奖金 是不是能够把他所讲的话 全部都听懂啊 我们听懂了没有呢 大家都会点头 听懂了 真的懂了吗 张家大师当年怎么说 听了之后能够做到 才算是真正懂的 在现场听 全部都听明白了 但是回到家里面呢 既不肯念佛 也不肯读经 也不肯听经 也不肯拜佛 这个就是还不真正懂得 如来真实义 所以啊 古大德常常劝我们呢 解形要相应啊 作为同学 打个比方啊 这个很现实的例子 肚子饿了 人家端一碗饭 在您的面前 您怎么做呢 怎么让自己肚子饱呢 一定要把它吃下去 您才饱嘛 有人就说 我不吃 我只是看它 我只是闻它 您看 你看到这个一碗饭菜 到后来变瘦了 变腐烂了 你肚子也不能够饱吗 闻呢 怎么闻它那个味道 肚子还是饿 那有的人一听呢 吃下去就肚子饱了 怎么个饱法 不管那么多 吃吧 这就是行 不行 真的 那个修起来就难度大 所以我们自己呢 要把这个净土法门 它修行的要素 要掌握住 其实净土法门 修起来真的 非常简单 就三个字而已 哪三个字 信 愿 信 欧威大师呢 讲的比较多一点 他说四个字 信 愿 持民 一样的意思 那么在极乐世纪 这些菩萨呢 他是一修 一切修 一中有一切 一切里面 有那个一 什么意思呢 我们修 这一个法门 信愿持民 念佛法门 就包括什么 就包括十方三世诸佛 无量节 所讲的一切法门 所以说 把这个法门的真实之力 搞清楚了 您才会死心塌地 念这句佛号 因为这个缘故 后面的果报就来了 故生彼国者 皆不退转 看看 西方净土 每一个大众 上品上升 或者是下品下升 全部都是 不退转的铺杀 我们在这边 容不容易退呀 作为同学 老老实实说 要退很容易 所以古人打个比方 我们在这个 说婆世界修行 像什么呢 向您撑一艘船 从下游要撑到上游 大家有没有划过船 划过 没划过 以前我们小时候 在公园里面划船 在解放公园里面划船 那个公园 那个水在一米深 那个水都是平的 所以撑起来还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游下往上滑 那就很费劲了 只要这个利器额一中断 不滑 那个船 它很快就被水流 冲下去 所以我们在这边修啊 静得少 退得多 底下 顿操皆次 元正 补出 这个皆就是皆位 次就是次地 快速超越 直接从人道 就达到第八地谱上 不但这样子 还圆满正得等爵位的这个地位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深险弥陀大远妙得难思 真的 不看无量寿经 不看这个注解 哪里知道阿弥陀佛 对我们大家的深恩厚度 可惜的是 这么大恩德的人 没有人知道 纵然他知道 他也不肯去修 不是他不想修 有人也跟我们很坦率地说的实话 他说 我不是不想用功啊 就不晓得为什么提不起劲 也知道用功好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没动力 那这个原因就很多了 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自己业障太重 这种平常挂在嘴边 常说 我业障重啊 那为什么业障重呢 在深究啊 里面的原因呢 还是在于这部经 读的变数太少 这个经呢 听的时间太短 这个注解 看得不够多 大家花个时间嘛 你就今年呢 安排一下时间 把这个黄年老的注解 连续看上个 说少一点呢 不敢给大家太大压力 十遍好了 十遍可不可以啊 作为同学 应该可以 一个月 看一次吧 这肯定看得完吗 这个月快完了 你从下个月开始到年底 绝对看得完 两年时间看上个二十遍 三年时间看上个三十遍 哪里没有信心的道理 信心一冒出来 它的动力就来了 你看这个方法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 那后面呢 你回到家里面 就要开始自己做了 我们不可能说 一天到晚盯着旁边 督处临看 那没办法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只能够在台上劝 接着下面是第三十六愿 教化随意愿 除其本愿为众生故 披红士楷 教化一切友情 揭发信心 修菩提恨 心普贤道 随生他方世界 永离恶趣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献神主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是一段 刚刚不是提到吗 为什么很多念佛人 他这个动力不够呢 因为他缺乏信心 而您看了这一段开示 就知道 信心的重要性 所以这一段经文呢 从除其本愿 一直到 行普贤道 至关重要 真的 讲经教学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这个听的人 听众 他产生信心 第二个呢 就是劝他 要行动 修 菩提恨 第三呢 就是目的了 他要发心 行 普贤道 所以他有这三个次第 后面解释了 如上院所明 生 彼国者 安居乐国 西登 不畏 成 等 正觉 迪迪 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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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辛辛苦苦 用了五节的时间 好不容易完成了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是个什么地方 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那是一个帮助我们快速成佛的场所 所以这一点呢 观经 有讲到 弥陀经 有说 无量寿经 讲得更详细 后面进一步说到 但菩萨成佛 各有 愿力 这是每一个众生呢 他 因地当中啊 所发的宏愿 不相同 像有的菩萨呢 他就想 我到达极乐世界 我赶快成佛 成佛之后呢 再出去度众生 那还有一些菩萨他怎么想呢 现在众生太苦了 我应该先去度众生 反正我已经来到极乐世界嘛 这个成佛是决定会的 我慢一点 不着急 我先度众生 有没有这样的菩萨 哪一个菩萨是最具代表现在的 地藏菩萨 大家看过地藏经吧 你看地藏菩萨 他就很了不起的 他说一句 那个话让我们蛮感动的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大家可要知道 地狱什么时候才空啊 真的 如果你的天眼开了 你就会看到什么 比如说那个地方是地狱 每天都有 不晓得多少众生 都往那个地狱里面钻 很可怕的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所汇报的八大地狱 八热地狱 八寒地狱 旁边还有这个 十六 游增地狱 大家记得吗 你看 众生都往那个大地狱里面去 往那个小地狱里面去 非常非常可怜 所以许多菩萨呢 他们都跟地藏菩萨是同心同怨的 那这两个菩萨 哪一个好呢 哪一个做得好呢 都好 都对 都有道理 都没有问题 这是每个人心呢 怨不透 如愿披 红是铠甲 反入 会图 菩利 群生 教化 有情 则曾 彌陀愿力 加持 教化 随意 无不满愿 视为 本愿 之一也 这就把我们这个第三十六愿的意思呢 都说出来了 那菩萨度众生 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他已经是 不会退转的菩萨 所以呢 他能够把他所发的四红诗愿 真正兑现 四红诗愿 大家很熟 众生 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 四愿断 法门无量 四愿学 佛道无上 四愿成 关于这个四愿呢 我们也要学习 但是我们该怎么去学 怎么去做呢 我们现在可不可能 在这个娑婆世界 把这个四愿全部都完成 凭良心讲 林众人发这个心 也绝对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后面两愿 我们就做不到 法门无量 四愿学做不到 佛道无上 四愿成也做不到 其实还有第二愿 也难了 是不是 烦恼无尽 四愿断 谁有那个功夫 把自己烦恼 全部都断尽 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方法呢 先把第一愿第二愿 尽量地做到 第一愿是怎么 敞开心量 前面有提到吗 菩提为根 大悲为这个因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法神大师 的的确确呢 念念想到 怎么样去度化众生的 没有个人明文力量 没有自己这个自私之利的想法 怎么度众生 这是他们天天所思考的问题 关于这个烦恼无尽 试验端 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就是指持民后 升到极乐世界 您在道架慈航回来 普渡众生没问题 怎么讲呢 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呢 因为您有佛力加持 所以纵然再回到 这个六道里面的地狱道 也不会受苦 也不会退转 现在大家不要着急 赶着要去三恶道度众生 我们现在去三恶道度众生 只有受苦的份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先取得 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格 那么这些法神菩萨呢 他们这个报生呢 跟这个应生化生 随机应化 该献这个报生 他就献报生 该献这个应生 就是应生 该献化生呢 他就是化生 所以我们看到 光是弥勒菩萨 他老人家就有时候 实现一个出家众 样子 有时候就实现一个 男众居士的样子 真的 哪里有缘呢 他就在哪里硬化 所以啊 教化随意 无不圆满 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 菩萨教化众生 他是随意的 因为这是文言文嘛 讲得比较简单 随顺意识 随意 请问随 随的意思 是他自己的意思 还是众生的意思 别人的 如果说这个法神菩萨 还有自己的意思 那他就还不是法神菩萨 为什么 因为法神菩萨 已经没有妄想了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他哪里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呢 就是任人经上所讲的 谁众生心 应所知了 这个地区的众生 想要看到佛 那这些法神菩萨 他就可以献个菩萨 他就想要见阿罗汉 他就可以变一个阿罗汉 诸位同修 我们需不希望 图巴有一尊佛式献 希望 多少尊 一尊就够嘛 如果每一家都有一尊佛 多好 对不对 那天天跟您 在家里面奖金教学 那你福报太大了 在基督世纪 可以说 哎呀 那菩萨的福报很大 为什么呢 在基督世纪 都是佛 一对一的 可以对菩萨教学 不像我们这里 现在只能够看到佛像 只能够读到佛经 甚至于善之事 我们都很难 真的遇得到 纵然遇到 也是缘分 不深 不长 这是我们很感慨的 下面呢 再举个比喻 有铠者铠甲 古时战师 对敌作战时 所批福之物 前面讲嘛 这些法僧菩萨 他们呢 批红式铠 这个铠甲呢 大家都知道 古时候的将士 打仗的时候 都会戴这个头盔嘛 还会 穿上这个铠甲 现在 一般都很少用这个 大家都穿什么呢 他也戴头盔 但是那个甲呢 就是那个防弹衣 是这个 所以后面就说 这个作用了 用以遮卫身体 防卫 使石等 这个石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剑 因为在古代呢 武器没那么多 有时候也要用到那个石头 尤其在工程的时候 他要爬上去嘛 上面的守护的士兵呢 会把石块扔下来 所以穿上这个盔甲 能够保护自己身体 菩萨入生死 想魔君 这些话呢 都是对啊 这些大菩萨而说的 他们呢 常常回到这个 六道轮回里面 帮助我们 降服魔君 这个魔 经常讲四种魔 这个魔多不多 后面加个菌 菌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无量无数 当年世尊 就事先给我们看 他要成佛 也要做到什么呢 降服魔怨 大家有没有看过 释迦浦 我们这个学院 结缘架上面 就有释迦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个释迦方知 都有讲到这个 八项成道的这个过程 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 这个话题 所以这个魔呢 是指的烦恼 是指的障碍 我们必须要把它们突破 则以自知 弘声誓愿为铠甲 菩萨不管是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 他绝对不会动摇的 所以他们这个 大愿的心 似乎是愿的心 不管是遇到 什么样的境远 绝对不会改变初衷 因弘势之心 坚于铁石 这个铁石在这里都是比喻 菩萨的心呢 像铁石一样 那么样的坚固不拔 因为这个缘故 他就可以 此心出入生死之阵 所以菩萨呢 该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就到人道 该去畜生道呢 就变一个动物 该去鬼道呢 就变这个鬼 大家如果参加一些法会 像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些 超剑的法会 在这个法会的外面 会用那个纸 砸一个浇面大势 很大的一个浇面大势 大家看过没 那这个浇面大势 其实是谁的化身呢 是观音菩萨 所以不但地藏菩萨 在地狱道度这些苦难众生 还有像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等等 都在那边映画 我们在前面介绍第十八院的时候 特别强调一句 有一种人绝对不能到极乐世界去 哪一种人呢 就是毁谤正法的人 大家记得吗 第十八院 毁谤正法 所以这个经文呢 我们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 一再强调这一点 因为呢 所有罪业当中 哪一种罪业最重呢 就是毁谤正法的人 破坏正法的人 要消灭正法的人 这个罪是最重的 可惜的是 自古以来 还是有不少人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到 还是有些人糊涂糊涂的 障碍这个正法的流通 洪传 昨天晚上 有一个同修呢 跟吴生 讲了一桩他的事情 吴生听了之后 也是感慨蛮大的 他说啊 他认识一个年轻的法师 三十多岁 还不到四十 吴生今年马上就五十三了 那看得比他年长一点点 他说这个法师 我们也是湖北 都是湖北人嘛 都是武汉 都是老乡嘛 他就说 哎呀 他现在护持这个年轻的法师 发现要学奖金 但是道场里面 就是 有困难 细节我们就没有去打听了 就说 还是有困难 所以他就很想 从那个外地 道场 能够回到武汉 希望他能够护持他 继续奖金 因为他出家的目的 就是想学奖金嘛 可是因为在目前 他待在那个道场呢 有各种各样的藏缘 导致他这个理想 不能够 很顺利地实现 然后他就问 乌生有没有办法 乌生就说 因为跟国内 没什么联系 也不认识这些当地人 无可奈何 我们只能够帮他回向 也希望这位法师 多修福 因为我们只有 自己修这个 善法 自己福报 才会把它累积起来 所以通过这个法师的事情 乌生就想到自己了 你看我们在这个学院 是不是 有没有障碍呢 只有一种障碍 只有一个人会障碍 乌生上台奖金 别人都不会的 哪一个人 自己 对不对 除非自己不想上台 那就无可奈何了 那我们 你看您只要想上台 这个奖堂不就给您用呢 是不是 早上可以讲 下午可以讲 晚上也可以讲 如果自己不累的话 24小时都可以讲 没人找麻烦 所以乌生人听到这个事情 也是跟自己说 要更加努力 要珍惜 有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 往往我们有这样东西 并不认为它重要 所以古人那个话 讲到有道理 身在福中 不知福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房子 可以住 比如说 我有这个房子住 很正常啊 谁没有房子住 但是有没有想到 有人就没房子住 他窝在哪里呢 墙角边 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很阴暗的地方 可怜啊 无家可归人士 所以乌生一定会好好把握这个学院讲堂的机会 所以说呢 我们能够护持讲经的法师 这是第一大功德 尤其是我们看到师父上人呢 现在体力衰弱 没办法出来讲 那我们底下一代 应该把这个棒子要怎么呢 要把它揭起来呀 大家可以做个调查嘛 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继续在讲无量寿经刻著啊 净土大经刻著 你可以做个失眠调查 应该有 但是没有像讲无量寿经那么多 因为讲这个科著 它第一个 分量大 长嘛 第二个它深 深 真的这个我们感受到了 讲科著跟讲无量寿经 那个就是不一样 这当然不是我们自己夸自己啊 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讲事实 讲自己体会 这个我们习讲二十多年来 有这样的体会 所以讲经这条路 也是蛮坎坷的 挺不容易的 越是困难 越要咬紧牙根 坚持 你看这个菩萨 这讲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嘛 各个都是这样 披红事开 这个是我们要学的 所以这里所讲的话呢 意思特别特别深 我们这里呢 稍微穿插这么一桩事情 好 下面继续说 至于所教化者 守云皆发信心 改 信为道远 功德 母也 这个后面一句话呢 是华言经上啊 所讲的 所以啊 我们 一定要发这个 大道心 要把这个净土法门 在这个世界啊 到处的宣传介绍 逢人就说 逢人就讲 这个功德是最大的 底下呢 在引用啊 经上 所讲的 这是弥陀经上 所说的 为诸众生 说是一切世间 难信之法 这是指的 净土法门 该此净土法门 极远 极顿 超情 离间 固为一切世间 难信 知法也 这些话 我们一定要细细的品味啊 而这个话又是 谁亲口讲出来的 不是法身菩萨说的 谁讲 释迦牧的佛 自己说的 我们还要晓得 那释迦牧的佛 他老人家 自己说出来 也代表什么呢 一切诸佛 共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要想一下 这个最难相信的法门 还有人发心去讲 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 我们话还是说回来啊 所以 如果有法师啊 他学习奖金 他发这个道心 我们应该鼓励他 要帮助他 要成就他 那纵然我们自己 没有上台讲金 可是我能够 培养一个法师出来 把这个经教啊 讲好 能够利益广大众生 他有多大的功德 其实能够护法的功德 跟他的功德怎么样呢 平了 那 不光是平了 不光是平等 还怎么样 说句实在话 还超过他 他就想一下嘛 如果这个道场里面 有奖金的法师 可是没有人一天到晚 帮助他 成就他 那这个法师 他怎么讲呢 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 昨天那个同学 就跟吴神讲嘛 他说 哎呀 这个法师啊 讲得好多话 让他都感觉到 好可怜哦 他说 有时候啊 就很少的听众 其实吴神就想嘛 大家彼此彼此 国内嘛 国内随便找一个道场 那起码说少一点 应该是几十个人 几百人 不成问题 对不对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就 就 就不允许巨重 所以我们在国外呢 吴神也是觉得 哎 也好啊 在国外也好 怎么呢 酒精磨练 二十年来啊 听众很少超过 一百个人以上的 除非是办大法会 是不是 那平常都是 不到十个人 而多的话 十几个人 二十个人 都觉得好像挺满的 如果是国内的同修 来这边一看 怎么在几个人而已啊 一般人受不了 可是吴神的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历练的经验 所以也是觉得挺好的 先哭 后天 其实吴神有时候 也常常安慰自己 现场听众少没关系 网络上不少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 无形众生 那个数量是成千上亿的 所以我们讲经说 要恭恭敬敬 认认真真 要很负责的 这个要 把这个事情要做好 一定要把这个净土大法呢 细讲越详细 越深入越好 后面呢 还是弥陀经上的经文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等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当然 说弥陀经 是十方诸佛所护念的经典 那我们现在学习 无量寿经算不算 也算 因为古大德说 弥陀经跟无量寿经 相比是一个大本 一个是小本 当然还有一个更大本的 就是华严经 所以我们自己 只有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这讲讲经的法师好了 他什么目标方向呢 把这个法门学好 把他的心得体会 跟大众天天做汇报 终极目标呢 就叫求生西方净土 能够带一个人去 就尽量多带一个人 能劝一批人 就多劝一批人 能够劝免更多的众生 那就更好了 心心念念 只有想到怎么样立别 没有自己 后面呢 还是世尊呢 所讲的 如等皆当 信授我语 及诸佛所说 这些话呢 都是世尊 经口宣说 同时 谁也会讲 弥陀经呢 诸佛 诸佛入来 这讲到 十方三世诸佛 都会宣传 弥陀经 无量寿经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法门 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所以我们 不要辜负了 一些诸佛的 身跟后院 他们对我们的 心愿 只有一个 希望我们快快成就 真的我们应该 要加把劲啊 早一点成就 倒也 好 底下 进一步讲 是以极乐大势 弘化十方 显以劝信 为首也 这是讲到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油画在 十方诸佛插土里面 真的 苦口婆心的劝 劝我什么呢 劝我们对佛法要相信 尤其是佛法里面的 净土法门 一定要让他相信 其实相比较而言 净土法门 跟八万四千法门 哪一个法门 最难信 念佛法门 最难信 可是他修起来怎么样 又最简单 又最容易 同时成效呢 是最大的 真的 等到这个底下 第五尊佛 弥勒菩萨 降临于师 视线佛身 龙华三会 他肯定会 讲很多遍 无量寿金 我们敢这样讲 他那个时候 来讲无量寿金 那个 应该超过 释迦牟尔佛 讲无量寿金的时间 你看我们这个汇集本 多少个字啊 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个字 悟生敢这样的说 他老人家 再来讲的时候 肯定是会超过 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个字 可能会达到 两万字以上 为什么 大家那时候 寿命长咯 所以佛讲经的时间 可以拉长一点咯 讲得越详细 我们懂得就更深 所以那个时候的 众生的福报 比如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的众生福报 那不晓得大多少倍 现在众生可怜了 那造的业 不晓得有多少 所以他这个 福我天天在剧减 很可惜 底下一句话 修菩提恨 改三倍往生 皆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精云修菩提恨 极具发心与专念 两要义 所以这个修菩提恨 它有两个意思在里面 一个就是要发心去极乐世界 另外一个 就是要专心地称念弥陀名号 修菩提之大恨 必由于发起菩提之大心 且菩提恨中 实以一向专念 实为上手 这些话 我们真的要多看个几遍 为什么呢 太重要 太重要 那我们一般看这个经上所说的菩提恨 很快就会想到佛所说的 六波罗命 十波罗命 大家一般都会讲到这个六波罗命 华音经上说的是十波罗命 但是说得更加具体的 而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 怎么样把这个菩提恨 一个都不漏 怎么样把这个十波罗命全都做到呢 有没有一个方法全部都做到 有的 什么方法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 所有的时间精力 贯注在这句符号上 讲实在话 这个真念佛人 这个要求生极乐世界的菩萨 祝然他从来没有看过经典 也没有到讲堂听过法师讲经 但是他就肯了 一心知识名号 到最后呢 也能够预知识知 自在往上 所以当年呢 这个谭老 谭虚老儿上 在东北的时候 他就建了一个极乐室嘛 那时候他传戒 不是 他要办一个传戒法会 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位 修武老法师 当义工 要照顾这些受戒的法师 但是待了没几天 他就走了 你看人教啊 真正做到了 走得轻松 走得潇洒 走得自在 毫无病痛 旁边人还跟他要求嘛 修武师 要不要给我们 祭首祭祀 做个纪念呢 他怎么说呢 我是个苦恼人 不会写字 也不会写这些 祭送什么的 他就说 我有一句话 就是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他说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换句话说 他老人家 一前到晚 除了帮助大家服务之外 他同时心里面还在想什么呢 想阿弥陀佛 到最后 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这就是他有真正的智慧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对象 再看底下 一切菩萨万善其修 但十地菩萨 地地不理念佛也 这一段话呢 我们也要细细地去体会它 这是讲到 华藏世界 这些菩萨们 他们怎么用功的 你看 所有菩萨 诸佛同修 这个所有菩萨 有没有包括我们在内 有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 应该要修善法 但是善法里面 哪一个善法是最善之法呢 这儒家讲吗 止于 至善 什么是至善呢 净土法门很好讲 原来就是这个 不理念佛 那么华藏世界 您就看到了 从出地到等觉 出地到等觉 就是十一地 这十一个位置的地上菩萨 各个都是一项专念阿弥陀佛 再多说一句 那地前的菩萨 实性实柱实行实回向 这四十个位置的菩萨 他们未必能够做到什么 一项专念 可是这个出地上的菩萨呢 确实实实做到了 绵绵绵绵绵绵 绝对不会夹杂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修啊 因为他们晓得 念阿弥陀佛 能够快速地帮助他 把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 消除掉 人家 都这样子拼命念佛 那我们不但有无始无明的习气 还有什么 无明 对不对 还有沉沙的习气 还有沉沙烦恼 还有剑丝的习气 还有剑丝烦恼 我们这些麻烦恼 多了事了 人家都一项专念 我们更应该要全神关注 底下再举个例子 有大恨菩萨 普贤为首 普贤菩萨呢 在菩萨众里面是以行门啊 最具代表性 在中国 可以说 有几位菩萨 一提到他们的大名 没有人不知道 肯定晓得 真的来到中国去旅游啊 这讲外国人 他如果到中国去旅游 能够到四大名山去 走一趟蛮好的 第一座山是什么的 九华山 九华山是哪一个菩萨代表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代表什么的 孝亲尊师 你看我们中国人呢 把这个德的根 就把它炸下去 佛门也是重视 孝亲尊师 那第二个菩萨呢 就是讲到大行量的 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 对他一切众生呢 平等 爱护 关心 第三个菩萨呢 是代表智慧第一的 文殊菩萨 这是五台山的 为什么说智慧很重要的 关于菩萨代表慈悲嘛 如果光是有慈悲 而没有智慧 请问会不会出问题啊 问题大咯 所以佛门讲吗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佛法所讲的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 说什么呢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这个慈悲里面 没有高度圆满的智慧 所以六菩萨蜜里面 那最后一个 般若菩萨蜜 他就是主导前面的五个行门 如果前面有那个五门 没有智慧在其中 就不能够称为波罗密 所以文殊菩萨这个表法很重要 那第四个菩萨 就是这里所讲的 普贤菩萨 如果有这个慈悲心 有这个智慧 但是他不肯去做 那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大菩萨的心量 所以呢 普贤菩萨 可以说是把 落实佛陀的教会 真正表现出来了 这是我们佛门 一般常说的四大菩萨 大家有没有去过峨眉山 我们认识一个同修 他就 他说他跟其他的佛友们 到峨眉山去拜访 快到那个山顶的时候 他说 他就跟其他同修商量 他说最后一段了 我们就不要走上去 那是台阶嘛 十台阶 十阶 他说我们干脆拜上去好不好 其实也是满 大概一百多米 剩下最后一百米 那些同学就说 好吧 反正都已经这么大段路了 都走上来 那最后一百米 我们就拜上去吧 他们就三步一拜 就拜上去 他说 越往上面拜 越舒服 越开心 然后到了这个大殿 见到这个菩萨 特别特别高兴 他就想想 为什么开心 菩萱菩萨加持 所以大家要知道 菩萱菩萨 正是对我们的 所有的心念 所有的行持 清清楚楚 后面进一步讲 故教化一切有情 行 行 谱贤道 我们如果要把这句谱 谱贤道 三个字 细讲的话 大家知不知道要讲多长时间 细讲 要讲多久呢 保守的估计 要讲两万个小时 那等于说是要讲什么 要讲环玉金 才能够把这个 谱贤道 说清楚 所以说 大家不能够轻看经文 往往一句话里面 所包含的毅力 境界 因果事项 那都是无穷无尽的声光 后面呢 是 龟封大师的解释 普贤者 龟封大师曰 这个龟封大师呢 是 也称为 宗密大师 宗教的宗 秘密的秘 秘宗的秘 宗密大师 他是清凉大师的学生 是华元宗第五代 清凉大师是第四代 贤手大师呢 是第三代 在这里 龟封大师为我们解释 普贤有三个 类别 第一个 曰字体 这个曰字体也就是说 从字体上来讲 这个意思 怎么讲呢 体性周辩 是普 随缘成德 就是贤 我们可要知道 佛的体性 周辩虚空法界 那我们的体性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随缘成德 随就是随顺 缘就是缘分 这个缘呢 又分为两种 善缘 恶缘 诸佛同修 大家应该年龄超过了四十了 我们一般在这个社会上 如果已经超过四十年的磨练了 对这个时间感受啊 就比别人多很多了 感受到什么 好像冤亲在主遇到了不少 我们有没有遇到冤亲在主 这句话要讲出来也是感慨万情 不像在极乐世界 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些找我们麻烦的人呢 绝对碰不到 所以在这个地方修行呢 难度大 但是难度大 我们还要继续修 不能不修 如果不修 就不能够处理这个生死苦海 所以我们要随顺 目前这个禁缘 要修什么呢 修清净平等绝 要成就自己的德 说得很实际一点 我们这个成德 成什么德 首先要怎么样呢 有能力可以去西方进度 到了那边之后呢 赶快成就辅导 好 这次讲到自己 那么第二个呢 曰诸位 这是就菩萨的地位来讲 趋济无疑 是普 灵吉亚圣 就是贤 这个趋啊 就是委屈 济呢 就是济世 什么是普呢 就是说 菩萨的辛辛苦苦 在这个世间呢 度化众生 一个众生都不弄 你看观世音菩萨 就是个很具代表性的 一位大德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有能力 可以普度我们大家呢 它有一点 我们现在不具备 就是它知道我们有苦 我们就说自己好了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有苦啊 知道 是不是全部都知道 不可能 对不对 你看是三苦吗 苦苦 坏苦 辛苦 光是苦苦 又分为八大类 我们是不是每一样都知道呢 不知道 众人知道 能不能解决呢 束手无策 听说英国的女王 前几天感染这个病毒 大家想一下 连英国女王都被感染 那普通老百姓呢 当然她是女王 她有很好的医生 很好的医疗设备 很好的环境 帮她治病 没问题 可是普通老百姓就辛苦了 而且听说 得这个新冠病毒之后 众人把她治好了 众人把她治好了 后面有没有后遗症啊 我们听说在澳洲有个男的 不是 是加拿大 加拿大有个男的 大概四十多岁 他都已经治好了 这个新冠病 但是还有那个后遗症 很麻烦啊 这是众生的这个果报啊 挺重的 真可怜 那关于菩萨呢 对于这些众生 都会伸出元寿 这个就称为 菩 贤是什么呢 就是 灵及亚圣 这个灵啊 就是说旁边 邻居 吉呢 就是说道顶呢 亚圣呢 就是指的 等觉菩萨 所以普贤菩萨的地位 就是等觉菩萨位 第三 约当位 这个当位 也就是指的等觉菩萨 得五不周 是普 调柔善顺 就是贤 你看 这个普贤呢 有这三种 其实每一句话的意思 都非常深 德 无不周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普贤菩萨的德 没有不齐全的 没有不完备的 从哪里看得出来 他的人家有德呢 从他所发的十大愿 就很清楚了 所以说这个四红 这个 十大愿亡 我们应该要认真地学习 这个调柔善顺 诸佛同修 您看的这句话 有什么感受啊 我们要调伏一个众生 容易不容易 先不要说调伏别人 不容易 调自己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啊 大家昨天有没有拜佛 每一天都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常常问这个问题 好像不是每个人 每天都有拜佛 所以常常说啊 有个好处啊 说多了啊 可能哪天你就 好吧 我就去拜吧 好了 发心去拜 拜了三百拜 拜完之后呢 累得够呛 然后跟自己说 好累啊 明天不拜了 这个就是很容易退心咯 如果说您跟自己讲啊 我咬紧牙根 今天我拼命 拜完了三百拜 那明天应该也可以啊 明天再来拜三百拜 明天可能还是会比较累 甚至更累 因为还没恢复嘛 但是您的坚持 到第三天四天五天 一周之后 您怎么跟自己说呢 好像还可以再加一点呢 果真下周 第八天 您加到三百五十拜 或者加到四百拜 这个就是调伏自己的身体 说的直接一点呢 您把自己业障了 就消除了一些 讲实在话 现在能够拜 就应该要去拜 现在可以拜 而不肯去拜 以后就没办法再拜 那时候不能够拜 苦就来了 这个我们讲都是良心话 真的 这个话可能有些同学 听起来还觉得不以为然 但是真的到自己年老的时候 八九十岁 一百多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调柔善顺 从自己本身开始做去 下面是念的 我所讲的 故本经中 与会诸大菩萨 贤共尊凶 普贤大事之德 普贤之德者 十大愿亡 到归极乐 自立立他 无有穷尽之德 的的确确啊 普贤菩萨殊胜的行持呢 无量无边 但是可以把它归纳 归纳为多少条呢 就是十条 大家应该记得住 这四十个字啊 处理离尽诸佛 一直到普洁回校 大家应该呢 记得住 最好 因为这个十大愿亡 太重要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 清朝的时候 晚期 有一位魏莫生老居士 他特别把 《华音经》里面的 一品经文 普贤菩萨行愿品 抽出来 放在这个净土三经之后 就成为这个净土四经 净土四经是这么来的 那么以后呢 印光大师 他又把这个 《华音经》里面的一章 《大师之菩萨念佛缘通章》 连出来 很短 两百四十四个字 作为我们这个 净宗的第五经 所以最初啊 净宗只有三经一论 到印竹呢 这就成为了 五经一论 因此大家想要多了解一下 普贤菩萨的大怨大恨 您可以去 好好地拜读一下 普贤菩萨行愿品 非常重要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暂时 学习到这儿 明天呢 再来学习后面的开示 我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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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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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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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